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长篇小说金平梅开篇有一句连章词叫四贪词 四贪分别是指酒、财、色、气 贪心不足舍敦象 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不懂得知足 佛说,世上最可怕的是贪欲无止境 有欲望不是错 欲望过剩,就会自寻此烦恼,自遭痛苦 甚至引来横祸 而这一切都是我们那颗不安分的心在作怪 贪欲是一些霍乱的根源 对付贪欲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学会放弃,减少私欲 属我们对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这正是快乐的始发战 与人相处 若好贪便宜,必将被人唾弃 经营事业 若建立妄议 贪财 成性,事业也难以长久 任过五十,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如果不懂得收敛,只能晚景凄凉 想要人生幸福 以下几种贪婪,一定要舍去 一,事财如命 有一句忠告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一个贪婪的官员,只要占了公家的便宜 即便是天地不值,也会曝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你相信这样一句话 你就会心存尽惠 世上哪有不斗风的墙 即便是一个睁眼大的破洞 也能够有几级的大风 清朝的和珅,位高权重 但是他动了贪念 在抄家的时候 家强私库有金三万两千余两 地窖内埋藏银三百余万两 另有房屋土地古董不计其数 有人估计 和珅家的财富超过朝廷十年的收入 回头想一想 和珅有这么多财富 他享受到了吗 子孙后代得到了吗 一切贪婪 皆为虚幻 人过五十 你多半没有和珅的地位 但是你可以有和珅的贪婪 有多少人为了赚钱 命都不要了 钱就是一把剃骨刀 把健康的身体伤害了 还把心灵给伤害了 钱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够用就好 内心富足了 即便是月入千元 也能够活得幸福 二,好酒谈杯 常言道 上半生拼命 下半生息命 人过五十 还是爱惜生命要紧 别探图享受 别喝酒上身 李白斗酒是百篇 诗人李白喝酒做诗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可是他的寿命并不长 并且因为饮酒过度 伤害了身体 就当书里记载 李白已饮酒过度 醉死于宣承 三国时期 袁绍手下的大将 淳于穷 整日与将士们喝酒 不加强防备 导致在关渡之战中 丢弃了粮草和军营 他自己也受到了侮辱 刘备喝酒之后 随口一说 昔日从镇诸将 皆老卖无用意 导致老将军黄中不争 战死沙场 酒肉穿肠过 佛主心中流 饭后一杯酒 喝到九十九 这一切都是假象而已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不信了 一杯小酒的悠悠 多了一杯九十愁 人过五十 你还有多大的酒量 酒量大小 是需要身体来扛的 凡是好酒谈杯的人 都会弄丢健康的身体 别忘了 健康是最大的不动产 唯有健健康刚活着 等你退休了 才能够安一万年 要是退休之后 每天都病痒痒的 那么退休之后 闲浮在家的日子 还有什么意思 当然 你把别人灌醉了 也不是好事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三 好色之徒 金平美里的好色之徒 还真的不少 除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还有李平 春梅等人 可惜 所有好色的人 都没有好的结局 就算是西门庆这样的恶人 也终究难逃厄运 虽然他很会做生意 钱财也不少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 关键时候 是买不到好运气的 至于其他的角色 更不值得一提了 史记 去远 《假生列传》里写道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 愿飞而不乱 若离骚者 可谓 奸之矣 妖娇女 君子好求 并没有错 错的是过分好色 君子也是凡人 只是善意控制自己的心情 把握做人的尺度 才显得甚盛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有一个姐姐叫 胡杨公主 胡杨公主爱上了宋红 于是托皇帝去说梅 宋红回复 陛下 臣也听说过一句古话 贫贱之之 不可忘 遭抗之妻 不下堂 有了妻子的人 就一辈子都不能背叛 自己的妻子 不管贫穷还是富贵 就是公主喜欢了自己 也要断然拒绝 人过五十 你能否学习宋红呢 后外的爱情都断了吧 心心念念的人都忘了吧 绑不掉的人都藏在心底 少来夫妻老来伴 唯有夫妻携手 才能安度余生 四 生起临人 一时怒发无名血 到后幽间或极深 怒火拱心的人 是要生病的 甚至会英年早逝 现实生活中 有心病的人并不少 要是从此生气 真的很危险 现实生活中 因为生气 与人打架 甚至伤害人身的事情 并不少见 一些老年人 因为公交状态拥挤 没有人让位置 就愤愤不平 随时动手打人 让人大跌眼镜 记住 在变老的时候 还要变好 人过五十 一晃就是老年人了 你要是一直都是 坏坏的样子 你就会成为了 别人眼里的恶人 是不会被人尊重的 当别人喊你一声 爷爷奶奶 你怎么好意思作恶 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你的心灵会更加安静 也会更加干净 当你生气临人的时候 其实是伤人伤己 不管是对谁生气 都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紧张 生活不易 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了别人和社会 就没有什么 值得生气的了 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财食下山猛虎 气食惹火根苗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如果你不放弃一些东西 你的身上和心灵 一定会越来越沉重 快乐就真的离你而去了 因此啊 要学会自我放弃 自我解脱 保持一颗平常欲望 就会多一些快乐 仔细想想 即便你左手财富 右手地位 一面是妻子 一面是情人 可所有这些滑性 是身外之物 不会长久地属于你 一旦采取人空 那时划过心头的 必将只有失落 与迷惘 一个人的贫富与否 绝不是用一个人的钱财来衡量 和论定的 没有人知道 多少钱财能填满个人的私欲和贪念 也没有人知道 多少钱财能换来一个人的安享 更没有人知道 哪里可以买到自在与幸福 命运彼此平等 宝藏只有自己开发 否则 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钱 你的生命也是一品如洗 两次用枯金字的方法 使酋长们明白金钱并非财富的象征 实在不应该为了争夺那些身外之物 而让寻常百姓过得 名不劳生 苦不堪言 贪婪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顽疾 人们极易成为他的奴隶 变得越来越贪婪 人的欲望 没有止性 当得到不少时 就会指望得到更多 一个贪求厚利永不知足的人 最终等于是在愚弄自己 贪是一些罪恶之源 能令人忘却实现一切 甚至自己的人格 因此 我们真正应当采取的态度是 远离贪婪 适可而止 知足成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